没有手 没有补 三 二 四 请不停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一场67公斤级的新锐战 介绍一下两位选手 红方选手是来自唐山文蕴 奥玉光辉搏击的霹雳虎杨震 蓝方选手来自天津阿福搏击的 地狱公爵李昌邦 两个人都是有一场的胜利 这场比赛上来怎么感觉 气势完全不一样 好像本着第一回合 就要结束比赛的这个节奏一样 斜腿之后 一个扫踢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腿 两个人其实在身高臂展上 纸面数据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尤其是李昌邦这边 若眼可见的比对手要高 感觉高了不止五公分 一百八一公分的身高 地盏是一个一米八零 一个一米八二 但明显感觉李昌邦的地盏 对 地盏要更长一些 看自己的前手 不用打前直前摆都已经够到了 点一下给扫踢 基辅这个扫踢给的不错 所以对于杨震来讲 就这场比赛要自己打得更主动一些 就不管是往内围来进 千万不要再更多就等对手 我们下来看还给的不错 而且杨震你会发现想要打到对手头部 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 还是要有一定的变化 好在我估计赛前应该做针对性的训练了 就是你明显感觉他拳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上来之后找头找的还是蛮准的 尤其是自己前手直拳打中线的这个路径 但是李江鞋突然有点牙火了 是 一上来那个感觉就像韩老师所说 感觉要终结比赛 对那会儿这张慧哲教练都站了起来 打得叮光五四了 杨震这是在武林锋的第二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是武林锋中泰的比赛 战胜了节目债国宝集团员伦班纳 那场比赛其实下来我也问他 就是对他自己的自信心提升会非常的大 毕竟伦班纳的 虽然年龄可能到了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了 但是毕竟之前的威名还在 在 对 真的是节目债非常有名的 真的国宝级的运动员 李昌邦在武林锋的战绩是一胜一负 继续来给李嫂往里顶啊 杨震顶得要再坚决一点 对 马上就看 你看他现在的步伐就是 在明显追着对手打 但是李昌邦这个时候 如果你选择不跟对手硬刚 你且打且退的过程 那么你的反击肯定要再多打出来一部分 还不错 双方整个第一回合 其实你要说这场新锐战 两个人也跟手战差不多了 对 第二场比赛 但整体的比赛我们看下来 就整个第一回合 就感觉李昌邦会明显感觉在小局当中 有点后劲不足 刚开始的那一段 冲得比较忙 对 打得还是非常好 但是后来我个人觉得是因为 他自己有点丢节奏了 对 因为对手的进攻一起来之后 就是你得到对手 给你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就像弹簧一样 就是对手 加油 加油 李长帮 加油 加油 长帮 加油 好 三方比赛继续 李长帮 加油 李长帮 加油 对 其实今天杨振这场比赛 我还略微有点担心他 就毕竟对手的身高在他放着 看来赛前的 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李长帮可以 就第二回合一上来 你看又是 就是前半程的这个进攻节奏 应该会打得不错 让杨振这边又是 疲于招架 漂亮 这大长腿 对 就是你实在不行就打距离 对吧 就是如果你自己在节奏丢了 你需要慢慢的 就是在新一轮的找节奏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来说很好的一个条件 是身高地点在这放过 可以像刚才那样 我们全空一空距离 用腿空一空距离 我打一打外围 还是有的一打 但是我们划分两头说啊 管回来看杨振就是千万不要给他这样的机会 就是不给你调整节奏的机会 就是死命地往里面去压你 就持续地去打 滑倒了 滑倒了 没有问题 对 就要持续地往里顶 就不要给李长帮任何这样的机会 一定要压死他 对 不然你想 对 自由国际的比赛 一回合只有三分钟 如果整个第二回合 李长帮选择用 第一分钟我打密集进攻 第二分钟我开始 就打距离的时候 那对于杨振来讲 等于说前两 这回合的前两分钟就都丢掉了 对 所以千万不要等啊 哪怕硬着头皮往里面顶 拿防守往里顶 也要把这个距离感给压出来 对 李长帮的进攻节奏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就回到了第一回合的那个后半段 基本上如出一辙 是 你看李长帮其实还要小心一下 杨振今天这个第二回合低扫用的也比较多 是 但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对于李长帮来说 他的优势就在于 我现在可以不等对手 我不用去等你 但是我打我的远距离就可以了 是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现在这个身高和B点差 比如说前手了 我后手的直拳看这样的拳都能压得进去 那我再提一提我前腿的扫踢 我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比赛节奏 对 又是给一拳 对 但是自己出拳的速率 平次千万不要掉下来了 对他来说现在有一点点掉了 就更多的再去等对手 就是你不能主动的给 对如果你想去打这样周远距离的控制的话 你不能主动的给对手压进来的机会 就是你起码你的前手和你前腿和包括后腿的扫踢 还是要给对手一定的限制的 对 只要能够有点前腿给提起来 好漂亮 好漂亮 这第二回合的最后几秒 杨振打得很兴奋 是 其实对于他来说 在对手选择去打游走 打距离打控制的时候 对他来讲 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进攻状态 就是我哪怕打不到你没有问题 但是我一定要勇于压到你的内围当中 给你带来很大一段时间的限制 而这个限制 从我们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来看 就是底上帮还是非常吃的 就是对手一进来 自己立马不知道怎么打了 没错 尤其是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看怎么打了 有可能啊 我觉得有可能第三回合 杨振会选择 这一戏哦 杨振会选择 我让你打第一分钟 对 我把第一分钟抛出去 我让你打第一分钟 我让你打第一分钟 两个回合就是这样的 对 我顶死你的第一分钟 你的密集进攻出出 我让你打出来对吧 但是中段开始 那就是我自己 打我自己的进攻结构和进攻逻辑了 但是看看就是这样的 战术安排能不能打出来啊 或者能不能奏效 但是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来看的话 就李长方还是比较吃这样的进攻结构的 是 就比在状态上我们还能感觉到 你看这会儿就 又掉了 掉下来了 李长方真很有意思 每一回合的开局 哐哐哐起下 对 节奏非常快 虎头蛇尾啊 是 不过其实也有这样的运动员 比如之前欧洲系 有一些这样的运动员 可能每周系的更多一点 就是我不管那么多 我是让你先把我的 就是回合节奏先打出来 就是如果在这一分钟当中 我能收到一个不错的击打效果呢 是不是也行 对 但是这个可能 更多的趋近于这种力量型的运动员 就是重击型的运动员 但是李长方明显不是属于这一类 就是在67的这个级别当中 他的力量感并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强 对 他不像那谁 也不像韩文豹 对 那是重炮手 对 那是现在就是邦邦 比如前两天刚买那个 金瑶瓦的那个 世界各种王手 对 有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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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然 就不要停 对 不要给对手空间 对 像这样 就说他现在这三秒左右的打法 还是很明智的 就是用我自己的进攻输出去压你 但是我压你的这个过程呢 可能我并没有拿出来太多的重击啊 但是我的进攻的频次跟速率始终在那放的 是的 最后的几秒 对 让你始终处于一个 疲于应对的一个状态 很多欧洲系的音乐员 都会选择这样的打法 好的 双方也是平满了三个回合 但是我个人觉得 第三回合对于杨振来说 可能更重要的维度 来自于他体能的维度 就是他在第三回合体能端的表现 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或者预测的那么好 感觉他的体力值 在第三回合掉得跟 掉得比较厉害 对手差不多 甚至比李长帮还要更严重一些 是 李长帮比较有意思 我们今天通过这三回合的比赛 刚刚那个余晨也讲 他有点像欧洲 美洲系这种打法 对 但实际上他的教练角 他比较喜欢这个日本打法 就日式打法 但今天好像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对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 他在自己的进攻输出 和自己的拳下 还是哪里有那么透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27比30 蓝 方 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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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